在万达广场 万达广场是全国连锁的大型商场 其实跟别的商场是差不多一样的 大红小粒的 万达广场是泉州最大最热闹的一家商场 大家跟我一起逛商场的同时 顺便听我介绍一下泉州有什么景点 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吧 泉州是闽南文化的源头 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就是一座古城 它没有像一线城市的那么现代化 但是喜欢宗教文化 还有自然山水的朋友可以考虑来走走看看 青元山 它是泉州的十八景之一 有山有水 宗教文化浓厚 它这边有老子的雕像 是中国现存最大最久的道教石雕造像 开元寺 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的佛教寺院 它建于唐朝 历史非常的悠久 里面都是文物古迹 它被称为文化遗产的宝库 泉州西街是一处千年古街区 也是泉州有名的步行街 保存着很多的文物圣迹 保留着泉州老城区的样子 街上分布着好多好多 具有福建特色的奇楼建筑 无林传统村落 它是泉州的一处百年古村落 极具闽南特色 它有着华侨建筑博物馆的美称 宠武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丁字形石漆古城 为抵抗倭寇而建的石头城 里面的房屋都是有整块的方形大石漆城 还有清一色的石头街 历尽岁月沧桑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 宁静而古朴 清静寺 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 独具伊斯兰教风格的清真古寺 建筑线条非常的美 它的门楼形式是典型的西亚 清真寺风格 寺内还遗留着古阿拉伯文时刻 领略宗教建筑之美 关月庙供奉的是关羽河 岳飞香火旺盛 是著名古迹 也是本地人心目中求天最灵验的庙宇 现在是本地人心目中求天工作室的室